你打壓 打壓不了 尤其是中央道科研能力很強 我們來看到 下禮拜最重要就是珠海航展對不對 來看到在金螞灣機場出現 非常多中俄的明星戰機 像是這一個就是蘇五七星期四 試飛了7分鐘 讓航空迷看到了蘇五七的 短距離起飛能力 所以呢從啟動到起飛 不用10秒鐘就能完成 它是單做的隱形的戰肉機 但是性能蠻強的 起降也很短 代表說它用的是 推力是矢量的技術 所以它可以極低速做出 一般飛機做不到的動作 另外再來看到 這個則是它進行了什麼 我們之前看過的就是 落葉飄殲20 但是這個是蘇五七也展示了 落葉飄大仰角爬升高難度的動作 直衝天際180度垂直落地 瞬間一個扭力 展現落葉飄的技能 好我想問一下蔡正博士 你怎麼看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種技術 叫做STOVL 這是縮寫 STOVL叫做 Show Take-off and Vertical Landing 什麼叫Show Take-off呢 就是短跑場的起降 短跑場起飛的 以這個北越的標準來講 就是說你飛機在一掛東西開始 四百五十公尺內就能夠爬升 十五公尺以上的高度 那很短 這個叫短場起飛 是 起飛 然後這個起降的時候 如果能夠幾乎是接近 垂直起降是更好 可是這個時候就要訓練落葉飄 就是我們剛才說落葉飄 對落葉飄 那這個是所有的戰鬥機 對不起那個轟炸機做不到 對比較大 那為什麼要訓練這種技術 就是通常有的時候有戰鬥機 這個進主的軍機場 通常都會就是會 對手或者敵人首先攻擊的目標 對 源頭打死 所以在這種攻擊的目標的時候 你在這個戰鬥機在起飛的時候 就很可能機場跑道 已經被破壞掉了 你可利用了有個四百五十公尺 就不錯啦 對 他還只要求你四百五十公尺之內 馬上能夠起飛到 十五公尺以上的高度 如果再短一點的話 你還要再更高才行 所以這種短場起降 我們講的是戰鬥機的駕駛員的技術 也是戰鬥機設計的技術 那我們簡單講叫做大洋角爬升 但專業術理上叫做 short takeoff 就是STO 然後另外一個vertical landing 就是垂直降落 你要短場起飛垂直降落 這是同一個概念 因為萬一機場被轟炸了 可是你還是要降落 或者已經沒有油的話 或者隨便找個什麼高速公路 或者一個空曠的地方 戰鬥機跟一般飛機不太一樣 它是馬上要補充 馬上要起降的 所以這個時候 所謂落葉飄 就是讓它省油的情形底下 能夠高空直接落到一個很狹窄的地點裡面去 十五十七就在表現給你看這個東西 當然有些 像有些綠也沒 或者什麼 有些大陸網友酸著 那個做的外型那麼稠 它是原型機啦 不是 不可否認這件事情 大陸做出來的 現代的這個 所謂殲20 殲35 各方面因為製造技術的關係 是非常漂亮 可是俄羅斯現在就是 等於只能講求 我慫個五爛 它不能講求太漂亮的東西 但是它的 它的技術水平能量是很高 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要有那個任正非的精神 我是果粉 蘋果是我的老師 我們一樣 我是書粉 那個蘇五十七是我們的老師 這樣一來的話 中國的殲35的 一代一代的品質會更好 每一個戰鬥機 一定各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沒錯 要學會欣賞別人的好處 這也是非常值得學習 而且你要知道 十五十七飛到太原 是由我們中國的空軍加油 它不擔心我們了解它的秘密 對啊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特別強調蘇五七 這代表中俄的互信 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一個層級 那更別說它在 中國大陸這邊進行的炫技 也讓大家看到近距離 它第一次讓展現給你看 自己在俄羅斯也不太會展現 這麼近距離讓你看 比如說要掉艙等等 這也是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不只是蘇五七 在珠海航展 還有紅旗十九 這個也被說比薩德還要來的厲害 尤其是來看到紅旗十九 跟薩德相比 薩德其實它有兩款 一種是增存型的 現在只是這種傳統的薩德 但是現在紅旗十九 對標的是你的增存型的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增存型 美國都還沒有造出來 是PPT的一個狀態 中國大陸已經做出來了 尤其你可以看到 它是六個發射管 然後直徑跟長度都超越了薩德 那另外來看到 它其實是二級推進的設計 所以它覆蓋的範圍是非常大的 薩德它大概射高一百五十公里 最大射成兩百公里 但是它增存型就變比較長了 比如說從推進器的直徑 三百七十增加到五百三十 但是這個對標對標是什麼 對標的就是中國大陸的紅旗十九 紅旗十九比它還要來得強 就跟這個真成型還要來得強 但是美國還沒造出來 中國大陸已經秀給你看了 紅旗跟這個紅旗十九 跟這個薩德 我們先講什麼時候誕生 薩德的第一代是在1987年 第一代服役 那中國的紅旗十九什麼時候服役的 2015年 所以有後發這個的優勢 那第二個就是 這兩款其實都是不錯的防空導彈 然後這個有個特別點就是說 紅旗因為後發 它的精度比較高 它的精度比較高 而且是高很多 它的這個 我們習慣想就是說 圓州公差 圓州公差就是說 我在一個圓圈裡面的一個角度 多遠可以打中目標的這個來講 那個一般來講 紅旗大概可以縮小到 好像是差不多二十公尺以內 很近的一個距離 那對於這個 這個 以目前的薩德 大概還沒有辦法到二十公尺以內 聽說紅旗十九已經到四公尺以內 不得了 那這個其他的什麼幾連莊 配備啊 等等 還有增程型啊 其實最精準的地都在兩百公里以內 在兩百公里 那高度大概在一百五十公里 這個雙方面差不多 因為真正的在強化的是 兩方面比賽是雷達 看誰看的比較遠 然後雷達 以目前來看 紅旗的雷達是比較強一點 紅旗比較雷達強一點 換句話說 兩邊都能夠同時進行多目標的追蹤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紅旗的這個能夠在三 差不多四千公里內 應該不只是三千五百公里內 四千公里內都能夠鎖定目標 鎖定高超音速導致 對 高超音導彈 那薩德 雖然有人講說五千公里內 事實上 我們所知道的 它實際上的技術能力 大概是在三千公里而已 三千公里而已 是 因為 這種東西最麻煩就是說雷達 雷達的一個好壞就會決定 對 那現在就是 而且 我們如果要賣給其他國家 我們一個很大的優點 因為 中國的這些軍工業 不是 不是美國那種股票上市公司 對 所以 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紅旗的這個 銷售價格比較便宜 而且維修成本比較低 對 那美國之前也有傳出來的軍工產業 去坑誰啊 坑你美國自己啊 他說這個抬高價錢 也坑上我們台灣嘛對不對 也坑沙奧地阿拉伯 都坑啊 所以就是一個小東西就要賣很貴啊 這就是美國武器 美國軍工複合體要賺飽飽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花很多錢在進行Lobby啊 比如說這次美國選舉也花了蠻多錢嘛 等等啊 不管怎麼樣 你看啊 這個中國大陸武器 要在呢 珠海航展秀出來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在流口水了嗎 之前他已經買了中國大陸這些雷射砲 但是如果有這個紅旗使者的話 哇那不得了 防禦能力更強了 目前的確是如此啦 但是現在就是說 紅旗的這個東西是一個搭配 為什麼 現在現代的這個防空 是要有像這種紅旗的19高空 是要一層一層的防空的 然後最基層的現在就要對無人機 來做一個防範 那大陸上我知道 他們也在發展這個無人機的技術 有好幾款的形式還沒端上來 所以防空網不是一層 是像在織布一樣 一層 兩層 三層 對 所以以目前的話 中國大概紅旗19 是一個很實用的 一款比較遠程 200公里以上的這個防空系統 那可能未來還會有更進一步的 這個聽說是更遠的 比如說那個像S什麼 S400那一類 中國現在還沒有S400 可是俄羅斯聽說要搞S500 對 沒錯 所以也期待中國大陸會有更強的 一個防禦的能力 好 廣告回來請蔡政博士繼續說 記得幫我們按讚 好 我們說川普回來了 這個誰會最難過呢 會不會是澤倫斯基呢 因為即將要被拋棄了嗎 來看到是說川普回來了 但是他在6號的時候 勝選敢言也提到了說 我不會發動戰爭 我要停止戰爭 那說到戰爭當然是兩場戰爭 俄烏這個局勢我們先來談 包括呢 澤民司機第一時間說 我也跟川普通了電話 同意保持對話並發展合作 全世界因為川普當選 唯一的獲利者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現在不只是要坐在沙發椅上開香檳 他還等著川普帶水果來看他 那水果籃裡面裝的就是烏克蘭 對 第一個 川普要決定要不要繼續給烏克蘭錢 是 以目前來看是很難 因為川普自己做了一個競選廣告 在美國上瘋傳 而且很有力打動選民的心 他一方面講拜登拿多少錢給烏克蘭 一方面講美國的單親媽媽 他到食物銀行門口去排隊 那個美國人看到這個廣告 還在投給拜登那真是的 心都軟了嘛 我拿那麼多錢給那個 完全不認識的人 然後說護衛什麼自由民主人權 該我屁事啊 再來 我們的單親媽媽沒有錢 還要去食物銀行排隊 拿給小孩子吃了奶粉 這對比很強烈啊 你民主黨不要該怎麼講 民主黨講說什麼 要講婦女人權啊 墮胎權啊 LGBT的權 上廁所的權利啊 美國老闆一噸 你是在說什麼 對啊 這樣一對比 你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你跟我講那些大道理 什麼價值觀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所以賀吉利選那麼辛苦 不是沒道理的啊 真的 那你川普這樣打這個廣告 你還好意思給責任司機錢嗎 不太可能的 不是被學民給罵翻了 你背叛我對不對 所以責任司機不會再錢 搞不好已經答應了錢 都會被收回來 對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呢 現在拜登急著要給他 最後分手費嗎 贍養費嗎 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現在第一個呢 這個美俄的角力呢 川普現在回來了 那普丁說 我願意在平等不干涉內政的 還有嚴格遵守國際法的狀態 跟各國合作 但他沒有特別講美國這件事情 那另外來看到是 俄羅斯的外交部也說 我們對美國新當選總統不抱幻想啦 我們是歷史低點 那也說對俄羅斯來說 是不友好的國家 但他說歷史低點 意思就是我們現在是最糟的 也許還有機會更好嗎 另外也說 我們未來關係取決下一任領導人 但是他也提到了 普丁總統不會打電話 去祝賀川普 另外來看到呢 拜登現在被傳出來說呢 即將要在明年一月前呢 就職就是川普就職前 趕快加速提供烏克蘭 剩餘沒有辦法給他的錢 就是六十億美元 最後的分手費 給六十億美元 對拜登不是問題 可能但是會把民主黨也害死 不僅在這裡啊 看你要不要啊對不對 你以為上來的 這些共和 共和黨控制的參眾兩院 不會想辦法找你麻煩啊 他中間就是不要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給了 對啊 你要那麼容顏 主要是買武器 不是給現金嘛 你運得出去嗎 這是一個難題啊 對 所以我是覺得 並不看好這個分手費啦 拜登就自以為聰明 他一輩子說我在 美國外交委員會 混了三十年 我還不懂嗎 對不起 你老先生 智商真的不高啦 我早就講過了嘛 我不是今天講對不對 民主黨真的 這些腦筋都短路短路 所以對於這個美國的內政 一定是誰的重險啊 一定是川普的重心 美國利益為重 對啊 就是 因為每個國家幾乎都如此嘛 那你現在美國愛東莞賢士 自以為我是霸主 我要耀武揚威 那很虛幻啊 家裡老婆沒錢煮米啊 對 沒錯 對啊 那你還玩這個遊戲 而且民主黨這一票的人 都是精英階級啊 這個哈里斯啊 這個 拜登 拜登啊 歐巴馬 克林頓啊 他也找來那個Taylor Swift 每個人不是財產一大堆的 他哪知道美國勞工階層的 多可憐 現在美國低階的中產階級 財源財樂有多離譜 前幾天不是Amazon都財源了嗎 你以為是Amazon財源嗎 沒有啊 Amazon還算財的比較少的 很多的中等銀行 全部都在財源啊 那你叫這些 所以我為什麼一開始 從年初再咬定 一定是川普當選 嗯 你跟我講說我中性啊 可以自己決定性別 然後我中性了 我可以上廁所 我人權多了不起 那你當飯吃 那問題就 我開了小店被人家搶了 你幫我怎麼忙 領員購怎麼辦 嗯 你這 就是民主黨就不切實際 整在那講偉大的價值 嗯 那老百姓說 我選你 讓你當偉大的政治人物 你告訴我 推銷偉大的教 你不是 神職人員耶 對 你有沒有搞醜啦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民主黨 把自己當神職人員 我們要人 世界人權 所以我們要歡迎 非法移民 不可以把非法移民 其他人批評他人是意義不大 因為他已經當過一次總統 他自己知道 他地任的時候 真的有點蠢蛋 應付新冠疫情的時候 還沒有吊了鑼鐺對不對 又不再一回事 當總統不認真 他前面做得很好 碰到新冠會員 整個人都走樣啦 其實他經濟不錯啦 對啊 全部走樣啦 對不對 這個他自己也失策 他自己已經學怪了 被教訓的好慘 那他以前離他 他也不太會做人 離開他的幹部 每一個人都把他罵得半死 他身邊沒有人了 他剛開始真的認識不深 不曉得美國總統這麼複雜 他當了這個職位 人亂用 那個John Bolton 就亂用了一個 那個人怎麼有資格 當那個什麼 當那個什麼國家 國安顧問 他用了什麼博明 整天派他馬屁 他說你來當國家安全副顧問 他因為不懂嘛 不懂 外交完全不懂的呼考 像有馬斯克以後 可能會正常一點 OK 對啊 以前那蓬佩奧 幫他募款 就能夠當國務卿 大家派去了 他現在應該要精挑細選 如果在同樣犯上一次的錯誤 那他就完了 對 所以呢這次美國選舉 非常的清楚 美國人希望怎麼樣 顧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天天管別人 跟人家講什麼價值通謀 那這個真的能當飯吃嗎 你覺得呢 美國管好自己的事情 會不會對全世界 比較好一點呢 來聊天視野一起聊聊 因為美國天天管別人事情 那你自己的家裡 有顧好嗎 美國已經告訴你呢 美國人已經做出了決定 另外再來看到 烏克蘭現在也很慘 打了這個代理人戰爭 結果現在你可以看到 關於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就不斷的被攻下來 結果他們的烏克蘭女都軍還說 就是你們的總司令 已經找好你要全面撤軍的借口 那你真的要讓全部人都是死在那邊嗎 然後另外也可以看到呢 這個有關於 像是札波羅爾附近的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不斷的進行打擊 俄羅斯其實也拿下非常多 24小時攻佔5個城鎮等等的 那另外波蘭這邊呢 也是非常生氣 跟烏克蘭也有些雜音了 說你要把我們拖進跟俄羅斯的戰爭 因為呢 泽倫斯基說 波蘭根本不願意幫助烏克蘭 在烏克蘭領空 攔截俄羅斯的飛彈 波蘭為什麼幫你 對呀 波蘭幫你攔截俄羅斯的飛彈 那波蘭是不是下一步是波蘭被攻擊 是的 那波蘭被攻擊的時候 北約真的敢跟波蘭觸手嗎 不會啦 你不自己找死 以前波蘭喔 前段時間喔 哇 好猖狂啊 加油我幫烏克蘭打 我派兵幫烏克蘭打 我願意戰爭 欸 對不起 到了戰爭後期 波蘭看到烏克蘭兵敗如山倒 他現在全部閉嘴啦 對 我跟你講 久病無孝子 這個 今天喔 一個這麼美麗的波蘭 變成一個廢墟的國家 誰要負責任 要怪誰 就怪你折倫斯基跟你這些什麼女都軍 你們這個 這個波蘭政壇這些混球嘛 烏克蘭 對 烏克蘭就怪你烏克蘭的混球 最早喔 折倫斯基跑去見這個 莫克爾的時候說 我要加入北約你要支持我 莫克爾絕對不行 好 然後跑去見了拜登 拜登說哎呀 他傻傻的回來就修改憲法 要加入北約 補定怎麼辦 對 你們逼他打嗎 我舉個例子 今天這個賴清德說 哎呦 如果川普當選打電話給我 我現在開始要準備台灣獨立 慘了 你獨立看看 嗯 你就有種就獨立看看 千萬不要 真的是害我們會害很慘 你不是逼習近平嗎 對啊 嗯 習近平已經是大陸最大的割派了 你要逼習近平吧 對 一樣 普丁是割派耶 你要搞清楚耶 他裡面更多強勢的 對啊 你有沒有搞醜啊 對敵人認識不清啊 你獨裁 你把割派人當獨裁的看 你要不要搞醜 然後好了你現在怎麼樣呢 打成把國家打成 國破山河不再 成春草木不生 因為都被離過一場了 炸彈離過一場了 那你現在幹嘛 還炒那個女獨金 那個女獨金根本就是什麼 根本就是巫婆 嗯 你看這個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從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局勢 另外一個呢 戰爭也很 大家很揪心的 但是以色列現在看起來 因為川普回來了 他更有底氣了嗎 會更加的強硬嗎 比如說來看到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虎 第一時間也致電 恭賀了川普現實 他真的會不會非常開心 在慶祝呢 也是我們討論了 伊朗對以色列安全的威脅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 川普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以色列爆發大規模的抗議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以色列 納坦雅虎把他們的防長 給FIRE 給解決了 然後呢 加蘭特就是他們防長說 有些立場 跟納坦雅虎不太一樣 第一個他覺得還是要 把人質給救回來嘛 以及呢 其實他也表示說 要徹查一下 到底為什麼呢 我們會被哈馬斯打 這些等等問題 另外他也要求呢 極右翼的正統派男子 也必須要扶兵 這三點就跟納坦雅虎非常不合 但是呢 川普回來了 納坦雅虎會更加的 更加的打嗎 更有底氣啊 其實 我們瞭解 在美國的猶太人 大多數投票給民主黨 少數投票給共和黨 包括川普 拿到猶太人選票也比較少 在民調上都呈現這個趨勢 但是川普已經比以前的 共和黨的候選拿得最多了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故意挺一次以色列給你看 可是他對挺以色列 也不是說放縱以色列不管教啊 他就明白跟大台委員講 我就任之前你給我收拾好 所以現在趕快打的意思 對啊 你要打你趕快打 在我就任前 就不只在打 他意思是這個樣子 這當然是 川普不愛管這個事的事情 某種程度你說好是好 說壞也是壞 好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直到明南1月20號 納坦亞服是最後決戰的時機 那 黎巴仁南部就會很慘 然後這個 哈馬斯也會很慘 對美國人根本 台灣都是比肩 你那個阿拉伯人是什麼 比低啊 他的觀念就是這個樣子 他根本懶得管你 以色列你給我打 反正我支持你給我打 可是打完到這個時間點 不只在打 他就是一個商人 就說你趕快買 買完了到這邊 停住開始賣 因為這個還可以算是在 拜登的任期 對啊 你看這很清楚 算在我頭上 有責任是老拜的 不干我的事 是民主黨 他整天可以在罵民主黨 對 然後對著這個 猶太選民說 你看我多挺納坦亞服 叫他主席來打 好人都要做光 對啊 所以老堅俱 所以他能幹的小人 一直都沒錯 你看你看川普 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現在如果說 這個俄烏局勢 另外這個以哈的局勢 他希望也有一些解決的話 所以那坦亞服 這個幾個月 看起來會不會更殺紅的眼 我們也擔心 這個局勢也會擴大 但是你看伊朗這邊也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會堅定的回應 以色列的攻擊 會確定對他進行軍事行動 也提到說 我們大概會有400枚導彈 也有可能會反擊以色列 然後另外的話 街日報也說 伊朗其實擁有數百枚的 這相關導彈等等 所以我問一下 委員怎麼看 伊朗說有多少枚導彈 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伊朗到底有多大的實力 去擴大戰勝 我400枚導彈 打了以後 那請問你 你能夠打中以色列 幾個重點 那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你有多少的重點 會被以色列打 上一次大家都假裝打而已 那如果真的要開幹的話 相互之間有多少本錢 這個雙方都要算一下 以色列沒有穩贏的 伊朗也沒有穩贏的 對 如果再加上 川普呢 這個很難講 川普最討厭的是伊朗 對 川普是很情緒化的 拜登派 派軍艦勾擊的時候 你看著就好 你看著就好 川普搞不好說 給我炸爛 那你伊朗不是很倒楣嗎 你有導彈 你打不到美國 對 多衰嘛 所以我就覺得 你想想看 第一次 這個 有伊朗的重要軍事將領 蘇萊曼被 給無人機給刺殺 對 誰下令的 就川普下令的 是 他對伊朗是不會手軟的 所以我是覺得 伊朗這個時候 還是聽聽中國的話 對 說 大家都溝通 都溝通 外交 用外交來解決問題 是 這時候不要 不要說 為了要支持真主黨 為了支持哈馬斯 那 川普都不會為了支持台灣 去跟中國打仗 你去支持真主黨 跟支持哈馬斯 對你伊朗有什麼好處 你伊朗想當小霸王 你也沒那個本錢好不好 所以大家開始收斂 看會平安一點 對 那但是也是希望說 這個局勢趕快緩下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因為川普回來了 所以他也真的 也會挺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 要不要趕快 結束這個戰爭 也是希望川普 如果能多push的話 會不會趕快達成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看到 納坦雅胡現在 第一個有國內的大暴動 他也不care 那他也把他的防長給fire 更別說 他換誰 馬上換的就是 他是更加強硬的 也就是他們的外長 變成了國防部長 他非常的極右派 所以呢 維園你怎麼看 他們現在更加的右傾 更加的民粹 因為局勢擺得很清楚 納坦雅胡他認為 如果他這一次殺到底 而且殺出一個成果來 他就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 他如果殺一半沒有成功 他就會變成罪魁禍首 所以這一場政治賭局 他只能贏不能輸 到底在這裡 那很恐怖 當然 當然 很多的國家的民族英雄 都必須在水裡來 雪裡去 對 因為現在納坦雅胡 你看 如果說他沒有繼續打的話 他馬上就面臨下台的問題了 所以呢你看 他現在往右傾了 我把呢 更右的怎麼呢 來這個外長 變成了我的國防部長 所以意思就是呢 在這極限 就是剛剛川普委員也說了 這一兩個月 我上任前例趕快解決吧 所以現在用力打狂打 這一兩個月殺紅顏 真的被人都幫不上忙 是 那這樣子這個局勢 美國聽以色列 一起陪葬 但我再問一下一點時間 問委員 那中國大陸在這個中東這個局勢 會不會更讓大家看到了 才是和平締造者了 中國只能在事後 想辦法去安撫幫忙重建 那個事前我認為不要去介入這一局 事前不要 對 就是說做得給阿拉伯國家 心裡有感說 你是一個很溫暖的朋友 但是如果是自己要去介入什麼事情 我覺得大可不必啦 對 因為呢 其實中東大陸在中東這邊 他也沒有駐軍 不過他希望用外交的 力量讓這些迅尼實驗派 和解中東更加的和平 所以才會再說 在這個局勢當中 大加分 結尾們從煩惱臉上新聞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全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大約五種EGF MF